2020年上半年,新冠疫情给电影行业带来巨大冲击,影院几乎停摆,但随着下半年的复工复产,电影市场升温明显。 从全年票房表现来看,2020年中国电影弯道超车,票房超过北美成为全球第一。 2020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达到200亿,约合30.5亿美元,超过北美成为全球第一票房市场,同比去年下降68.9%。 受疫情影响,今年中国的影院的上座率也从去年的11%下降到今年的8%,影院和银幕的增速均有所放缓。 那进入到9月,开业的影城数量已经达到1万家以上,影院的复工率达到了90%以上。 10月份,我们又拿到了一个历史第二票房高的国庆党,可以说给予行业以及观众一个非常强的信心恢复。 受国外疫情影响,2020年多部进口片在全国推迟档期,而国产电影在停工半年错过春节档、暑期档等关键档期的背景下,表现依然亮眼,全年票房贡献超八成。 那从近几年看,影进片的票房产出会占每年电影市场总票房的40%左右,今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17%,今年国产片票房贡献率已经超过八成。 那今年Top10影片全为国产片,即向800获得了31亿的票房,达到了中国影史票房第八位。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,首日票房2.78亿。 那这些影片,在今年这样一个市场情况下取得这样的票房成绩,可谓是来之不易,给中国电影市场注入了几记强心针。 从影片类型来看,2020年剧情片贡献率较往年有显著提升,从观影人群来看,下沉速度进一步加快。 那全年上映影片数量达到384度,从类型上看,剧情片的票房贡献高达40%,较前两年有了一个大幅的增长。 战争历史类型也由于800、金刚川等这些影片的突出表现而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。 今年观影人群结构相对比较稳定,但三四线观众购票占比,从去年的35%提升到了今年的38%,下沉速度进一步加快。 当然,这个下沉更多是由内容供给变化带来的。 疫情是冲击,也是契机。 沐晨表示,从发展趋势来看,国产电影票房将继续保持稳定,中国电影市场仍有较大发展潜力。 我们还看到今年国产电影的内容供给在持续走强。 我们预测未来一到两年,国产电影的票房占比会稳定在70%以上。 随着更多优质内容投入市场,电影市场会逐渐升温。 即将到来的春节档,我们相信会让观众有更多的选择,也会让电影从业者看到中国电影市场会越来越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